大家好,这里是马尔德夫实验室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批书砍岛 这是一个迟到的安娜塔拉低谷砍岛视频 我首先要向一位老粉丝表示抱歉 他很早就对我发出该岛的介绍申请了 直到今天我才来完成任务 虽迟但到吧,他不会怪我的 我们言归正传 除夕马代的朋友应该是知道安娜塔拉三姐妹的 他们都位于一个超大邪屋之中 所以我会分为两期来详细介绍这三个岛屿 本期为安娜塔拉低谷 下一期作为安娜塔拉威利和兰拉度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内容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视频了 老规矩我们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逐一分析吧 请确保看到最后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安娜塔拉低谷的任何细节了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小段视频 初略了解一下吧 欢迎回来怎么样 有看到这个超大的天然泳池了吗 我们正式开始吧 先看第一部分 显然低谷隶属于泰国安娜塔拉酒店集团 相信大家对安娜塔拉还是相对熟悉 该酒店集团诞生于2001年 旗下酒店主要集中在亚洲 其最擅长的就是对度假村的打造 这一点和玉容庄的定位有些类似 所以它会和马带很配 安娜塔拉在马带拥有五家度假村 分别为低谷 威里 拿拿堡 AKV 以及尼亚马 安娜塔拉相信人生如旅 在开启探险和设想之旅的同时 通过个性化的体验 为宾客留下终身难忘的回忆 按照马带的习惯分析了 低谷属于五星豪华岛屿 我们先来看看岛屿的基本概况吧 先上我家官网概况图及小程序酒店介绍 迅速总结 2006年开业 南马类环郊 快艇上岛 110间房 2间餐厅 1间酒吧 公共泳池 双导游 拖尾沙滩 无人岛 冲浪学校 特色SPA館 儿童俱乐部 健身中心 水上活动中心等等 我这里还是迅速略过了 需要细看的朋友可以暂停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就着重来看看 安娜塔拉三姐妹位于马带的位置 上微信地图 GO 先缩小一下 这里是马类 这里是迪古的位置 我们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三姐妹所在的区域 为一个超大的泄湖 这是迪古 这是威力 而这里则是拉拉杜 威力是一个蜜月专属岛屿 不允许小朋友入住 但是小朋友们可以过来享用晚餐 而迪古和威力的硬件设施 是完全共享的 由于拉拉杜是一个私人岛屿 迪古和威力的客人 是不允许去到拉拉杜的 不过拉拉杜的客人 又是可以去到迪古和威力的 有点绕 希望我表达清楚了 可以看到迪古有着顶级的泄湖环境 在退潮时 酒店到处都是沙洲 美不胜收 上岛则只需要35分钟快艇 非常方便 迪古的房间内边总共有9种 除去双卧级以上房型 我们需要了解的其实就4种 我们先看简介图 可以看到迪古的房间面积并不小 有分日出和日落朝向 高级房型配备有私人泳池 每种房型均可入住两个小朋友 很显然迪古是一个偏向家庭游的度假村 我们先来看沙滩别墅 总共59间分为日出和日落朝向 位于岛屿的这两个区域 我们跟着视频来简单了解一下吧 所有沙滩别墅均均均位于海滩边 被茂密的植被包围着 私密性家 房间为态势简约设计 清爽宜人 配备有浴缸及室内室外领域 除此之外 还配备有一个宽敞的阳光露台 对家庭游客而言 也拥有着较大的活动空间 离海滩仅几步之一 下一个房型 沙滩泳池别墅 总共8间 也分日出和日落朝向 位于岛屿的这个区域 我们看照片 配置和沙滩别墅基本一样 区别主要在于 阳光露台上配备有一个巨大的私人泳池 该房型还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和旁边的沙滩别墅 组合成为一个双卧沙滩泳池别墅 就像这样的 适合大一点的家庭游客 我们再来看看水上套房 外形为贝壳造型 极具特色 总共34间 也分日出和日落朝向 分别位于岛屿的这个区域 我们看视频 整体风格和沙滩别墅 类似舒适简洁 每间房都被绝美邪乎包围着 配备有巨大的阳光甲板 拥有完美海景的独立浴缸 玻璃地板 在这里海风浮面 你能充分享收那份属于自己的窃衣 最后一个房型是日落水上泳池套房 总共6间 分别位于岛屿的这两个位置 我们看照片 可以看到除了阳台上配备的私人泳池外 其余设施和水上套房完全一样 为日落朝向 总的来讲 低谷的房间虽然算不上奢华 但会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周围的环境也极其优越 你喜欢沙屋还是水温呢 发个弹幕分享给大家吧 低谷这里只配备有两间餐厅和一间酒吧 由于和姊妹的威力共享酒店设施 所以加在一起也达到了五间餐厅 两间酒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两个岛屿结合在一起来了解 不过我们这期呢 还是只介绍低谷的设施 我们看警戒图 一间自主餐厅 一间特色餐厅 以及一间泳池酒吧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吧 福西咖啡厅 早晚餐开放 除了经典的国际自助早餐外 这里还提供主题变化的自助晚餐 Sea Fair Store餐厅 午晚餐开放 这里主要提供马尔代夫当地海鲜 龙虾是这里的招牌菜样 Aco酒吧 位于竹泳池旁 除全天提供各类酒水饮料外 这里还提供午餐及下午的小吃 是你休闲聚会的绝佳场所 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 如果你是家庭游客 小朋友只有在晚上才能去到威里用餐 也就是说早餐和午餐 还是只能在低谷享用 相信大家对低谷的沙滩泄湖环境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我们先看鸟看图 整个岛屿完全处于一个绝美泄湖之中 四周的海水晶莹剔透 特别是水屋至无人岛那片区域 在退潮时无人沙洲拖尾沙滩 都会出现在你的画面之中 我们从视频中来欣赏一下 低谷的超级泄湖吧 欢迎回来 实在太美了对吧 我们再来看看浮潜 上卫星鸟看图 官方给出的浮潜位置有两个 一个是位于泄湖内的House Riff 另一个则是位于最上方的 Gurri Fuxi浮潜岛 而我个人判断 这个位置会不会更好一些 只是稍微远了一点 去过低谷浮潜的朋友 欢迎留言分享一下吧 低谷毕竟是一个泄湖岛 浮潜我们的确不能要求太高 基本上会是这样的 浮潜虽然一般 不过这浮力还可以吧 总的来讲低谷的细湖在马带绝对是顶级水平 非常适合那些喜欢天然大泳汁又对浮潜要求不高的朋友 低谷的水上SPA馆配备有6间水上理疗室提供经典的态势按摩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加入安纳塔拉平衡健康计划 让你尽情放松 焕发活力 虽然低谷的浮潜点很少 但它的水上活动可一点也不少 除了基础的机动和飞机动水上项目外 坐船只需要5分钟 你就可以到达马带最著名的潜水地点之一 Kuda-Giri号沉船点 深度为30米 潜水爱好者不容错过 冲浪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4月至10月为马尔代夫的冲浪季 超棒的冲浪点吸引着世界上众多冲浪爱好者 在这个位置非常方便 即便你是初学者 也可以在冲浪学校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冲浪乐趣 低谷的多年儿童俱乐部 为4至12岁的儿童提供丰富多彩的室内和室外活动 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 充满趣味和挑战 这么漂亮的西湖 怎能上了拍照神器 网窗和秋千呢 低谷岛上有着各种拍照打卡点 出行期间塞满你的朋友圈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欢迎回来 说到亮点 低谷最大亮点毫无疑问是这无敌的超大泄湖 不过其无人沙舟 托尾沙滩 双岛游 沉船潜水点 冲浪也肯定能算上 你还发现其他亮点吗 留言分享给大家吧 我们先来看看 移层小数据上面给出的参考价格吧 两个12岁以下的儿童与父母同住 吃住全免 快艇费用也很亲民 相当完美的家庭游岛屿 寒暑假的话建议至少提前三个月预定 低谷和威力的功能分区也很明显 如果你是蜜月游客 个人还是建议选择威力 毕竟除了低谷的房间外 所有的设施对你而言都是共享的 总之低谷在中国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岛屿 并不是那种网红流量度假村 性价比也不如那些一架全包岛屿 不过真是因为这样 来这里度假的国人也会相对较少 如果你是水性很一般 又喜欢那种超大泄湖区域的家庭游客 来这里肯定不会后悔 而又浅又安静的泄湖 对小朋友们也非常友好 安娜塔娜酒店的品质肯定也是有保障的 威力的视频我会放在这里 喜欢安娜塔娜三姐妹的朋友 可以点击继续了解一下 希望在悬的方面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去过低谷或威力的朋友 也希望你能把一些真实体验分享给到大家 在视频下方留言吧 想了解更多的朋友 可以移步到我家B站搜索低谷 那里也会有一些视频分享给到大家 记得我们的宗旨 做自己的马带专家 喜不喜欢 自己说了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 想持续看到更多的马尔来夫干货信息吗 请关注我 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马尔来夫者吧 这里是马尔来夫实验室 我是医生毕书 我们下期见 拜拜